因為55歲的男性 他就是去爬山 爬山的時候被蚊蟲咬傷 他就覺得不以為意 就抓啊抓啊 就破皮了 破皮當然也沒什麼 就放著他就好了這樣 結果過了3、4天 怎麼傷口沒有癒合 反而變成一個 然後就跑來醫院住院這樣子 可是這種風惡性的組織眼 其實在醫院來講也是蠻常見的 我們就給他打抗生素 這種大概打個3到5天 起碼都會比較好轉一點 紅腫會改善 可是這個患者 他的打抗生素 完全沒有效果 他的風惡性組織眼 還是越來越嚴重 完全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這樣子 這時候我們就懷疑說 會不會有其他的問題 導致他一個這麼嚴重的 一個風惡性的組織眼 結果我們幫他做了一個 周邊的動脈超音波檢查 他有一個上下肢的血壓比值 發現他有一個 這種病的人就算打 全世界最好 最強的抗生素 都沒有用 你血流根本過不去 到傷口把 傷口旁邊的細菌殺死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幫他安排一個 周邊動脈導管 把他阻塞打通之後 其實這個患者 他大概在打抗生素 一到兩禮拜之後 傷口就痊癒了這樣子 要不然抗生素過不去嘛 對 因為你動脈塞住了 你抗生素打再好 他一樣流不過去這樣子 所以像這種周邊動脈疾病的患者 他其實耗發於三高患者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還有抽菸 像這個民眾 我們經過一個詳細的一個問診發現說 他其實高血壓已經七八年了 可是你說一百七 一百八 他就 我也很好 可以爬山運動 你幹嘛叫我吃藥這樣 他就不吃藥 像我們電視團隊裡面 有一個專門做剪接的 對 他很年輕喔 但是身體才有點胖 可是每次在外景他都就會 後面不要抽菸喔 拍攝你 他們錄完就回去剪接 那有一天他就這樣 他說他血壓兩百多 但是他沒事啊 不會有感覺 每天兩百多 我說你這個趕快去 不然哪一天倒下去都來不及 對 很容易可能中風嘛 對不對 很多爬山爬到一半的 倒下去的 突然間 對 就是因為他血壓高 他沒有特別覺得會暈 對 所以你剛剛講會痛的反而 對 會去檢查 自豪 像你看一百七 一百八那種 應該是每天要量 量到一百四 一百五就要警惕了 因為他不是突然間飄到兩邊 他可能是從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 像剛剛那個心臟內科一直講的 其實高血壓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高血壓 你有在吃藥 那反而沒有太可怕 怕的是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你第一次發作就是像他講 你可能就直接就腦出血壓 或是直接就下巴聲貪玩 那時候才知道有高血壓 這我們是比比皆是 到底我們要什麼時候量一支血壓 其實我們現在推薦都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正常人 你都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什麼高血壓的病史 建議你一個月 就是要量一次到兩次 所以你可能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就一個月可能就量一次到兩次就好了 那如果你已經超過四十歲 你自己也會有點肥胖的時候 建議你每個禮拜都要量兩次 另外像女生 如果停經之後 每個禮拜至少也要天然兩次 因為停 用看著我還沒 我 我是剛好瞄過去 我是太後面 剛好看到你 停經的女生會怎樣嗎 為什麼要量兩次 沒有沒有 因為她失去女性荷爾蒙的保護血壓 比較容易會升高 對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現在已經是高血壓的患者 你已經在服藥了 請你遵守 那個國券局推廣的722原則 所謂的722原則就是 一個禮拜要量七天 每天要量兩個時段 每個時段要量兩次 要算平均值 是每天都要量的 而且每天最少要量兩次 其實高血壓那個病發症 真的很可怕 你不注意他一來 有時候你沒有緊急去反應到 你可能這輩子就完蛋了 所以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子 他40幾歲 他早上起來刷牙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他左眼有點萌萌的 你會怎麼辦 揉 他就揉眼睛 他一直揉揉 一直甩頭甩一甩 再這樣看 可是那時候上班快遲到了 他說他還在猶豫說 他要不要先去上班 再看看等一下會不會恢復 還是要現在馬上去急診室 他在那邊猶豫了半天 他還說如果你真的看不太到 那我覺得你還是去急診室好了 他就想一想 就跟公司請了一下 就跑來計程室 就好在他跑來計程室 就好在他跑來計程室 因為我們馬上請眼科醫師來檢查 因為做了一看 他左眼的視力幾乎完全沒有 緊急做一個檢查 發現他左眼的眼動脈 竟然痠塞了 整個塞住了 馬上做血管攝影 馬上就把它打通了 後來視力恢復了八成 他非常可怕 他是眼動脈的一個痠塞 這種很可怕的 眼動脈的痠塞 如果你90分鐘 真的也不把它打通 基本上 大概就 那還好 後來他在住院的過程中 他兩個在住院當中那七天 平均血壓都是170以上 他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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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感覺 結果他第一次發作 就是用眼中風來表現 所以好在他有警覺 他如果這時候去上班再回來 他眼睛大概就沒了 我有一天睡覺也是睡到下午 你做這個節目也嚇到 我沒有 因為我們睡睡會 我們那床 像指南針 有時候睡睡會變成這樣 然後頭會壓在裡面 我突然我起來看不到 我這隻眼睛看得到 我這樣真的都看不到 我想是糟糕了 是不是中風了 可是休息五分鐘慢慢 這個眼睛可以看到了 應該是壓到那個麻掉 你知道嗎 因為突然全部看不到 你遮一隻眼就看不到 所以你要睡覺 要躺起來 不過前幾天有一個也是 那個就是一個 停經後五十出頭的一個婦女 她就把先生叫起來說 她不舒服 結果叫了119來到醫院的時候 已經那個 四肢都已經黑了 然後那個斑都快出來了 對啊 那時候我就跟先生說 你要不要擦管 要不要急救 然後她先生已經呆了 因為她剛剛還叫她起來 所以那時候幫她擦管電極 就血壓 我們第一次量到的時候是 她終於有心跳呼吸的時候 量到是 對 爆高非常高 所以那時候 然後她人又沒有醒過來 而且我發現她應該有心臟衰竭 裡面都是水 所以我們一直在把她 把水打出來擦尿管 那時候就很擔心這麼高 她的腦承受得住嗎 她又沒有醒過來 所以那時候 我陪著她去做電腦斷層 因為如果她的腦也爆了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就不用太積極 因為大概後面 救回來最多植物人 結果我一掃下來 Yes 沒有 沒有出血 那時候就覺得 還有機會 後來這個病人就 就回到急診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好像在掙扎了 就慢慢醒過來了 梳醒了 那還插著管子 然後她那個高中的兒子 兩個高中生的兒子 在旁邊一直哭得亂七八糟的 因為嚇一跳了媽媽怎麼變這樣 結果後來才知道 她早在 她不面對血壓膏 也不找心臟科醫生 她吃保健食品 她覺得保健食品 可以把它弄回來 她就是不想去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可是那時候 後來心臟科醫生幫她掃超音波 她的心臟的功能 只剩下十幾% 所以雖然命回來了 她後面可能要 比較辛苦了 對 以後要等著換新了 是 就她先生也是在那邊一直念她 然後她插著管子 也沒辦法講話 對 這個時候好好教訓她 高俠跟心血管疾病 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一個隱情的殺手 那在泌尿科來講 我們常常遇到就是 性功能障礙的病人來求診 因為它最終會影響到 末少的血液循環 那我真的遇過一個 六十幾歲的男性 她主數是性功能障礙 然後她吃了胃兒缸 Cd4這些藥物全部都沒有反應 後來做了低能量振博 想說讓她海綿體的血管 能夠增生 還是沒有反應 最後我們用到了第二線治療 做陰莖海綿體注射 直接把血管擴張器打在陰莖上面 對 一般人大概五到十分鐘 就會有勃起反應 還是沒有 對 然後想說這奇怪 很少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後來幫她拍一個 就是血管的攝影 那去做血管攝影 發現內陰動脈 就是上流阻塞了大概90% 對 然後做這個檢查 心臟科醫師也很好 想說順便幫她檢查一下心臟好了 發現心臟主要三條 就是三條血管 後來就問一下病人 平常就是後來兩針有高血壓 那問她平常走路會不會喘 的確走沒幾步 就會開始喘了這樣子 後來她其實本來主書 是來看性功能障礙 最後放了三根支架 所以你要跟男生講 你會影響性功能 大家就會做 其實現在的觀念來講 性功能障礙是一個高血壓 以及心臟病的前驅症狀 所以當你開始覺得 最近開始怪怪的 三個月都沒有成間勃起這個時候 其實說一段時間 好像力不從心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去檢查 就是身體 高血壓 不只是高血壓 有時候你有可能糖尿病 這些都會造成 那事實上 剛剛江醫師有講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普通沒有事的時候 就要開始量血壓 因為我們事實上 很多的媽媽就是說 是懷孕以後才有高血壓 通常比較常見就是 因為有些人如果說 他本來就有高血壓 你可能反倒會注意 然後也會提醒醫生說 因為我要懷孕 藥物上面要去做控制 但是有些人說 他本來血壓就很低 譬如說他可能是 都是在那個低的這種值 那等到他懷孕以後 如果說這個瘦瘦 要超過他原來的30以上 瘦瘦瘦壓 超過原來的15以上 這種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它歸位為 這種所謂 那我們曾經有一位媽媽 是這樣的就是說 她本來都沒事 在懷孕的時候 就發現說 她血壓有比以前高 那就開始做 這個血壓的控制 可是越控制 她還是越來越壓不下來 那到了已經也38週了 我們就建議說 那不然你就趕快生 那我們通常建議的趕快生 是 就是最快的生出來 可是媽媽說 那我現在還可以 我想要試試看 自然產這樣 那我們就建議說 那你最好要先做 那個無通分滅 因為人在痛的時候 用力的時候 血壓是會飆高的 那她也做了這個 無通分滅 那在代產當中 突然她就按那個求救領 我們護理師又衝過去 就看她那個手 就比著天 就 眼睛就往上掉了這樣 那我們就知道說 她那個是認神毒血症 就是已經叫做 那就趕快就馬上安排 就立刻的剖副產發 小朋友救出來 那當然同時一方面 給她一些鎮定的藥物 控制血壓的部分的藥物這樣 那等到大概 已經都寶寶出來了 那也都生完了以後 她到了恢復室的時候 她就說 好痛喔 她自己突然醒了 她說好痛喔 她說事實上 我們都已經開完 那那個中間大概40分鐘的部分 她完全都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就說 我的肚子怎麼好痛喔 然後寶寶已經被爆出來了這樣 寶寶 就好像喝醉酒 第二天醒來 怎麼腰痠背痛 三妹一定有李勞跳A勞 怎麼跑得這麼容易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